還是用市場的機制來處理 沒有效率的要處理 市長 請問是不是說不賺錢的公車路線就要砍掉 是這樣啦 我們現在推那個1280再上線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五年內大概 我們大概只有環狀線那個中環段 年底會環工 大概明年六月會上線 扣掉那個以外 大概五年內不會有捷運線上線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因為東沿線跟萬大線差不多五年後才動車 所以目前我們就是捷運加幹線公車 這個叫底層 在這基礎上面 我要求他們把整個公車路網再沖整一遍 還是用市場的機制來處理 沒有效率的要處理掉 最後剩下的 如果還有需要 那變成需要補貼的 那另外再來思考 我們還是要買更多人的 我們現在不買的 是 但是我們 pause